小张今年二十八岁 他不是北京人 但是住在北京 他在北京的一家大公司工作 六年前 小张第一次来北京旅游 北京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他第一次来就喜欢上了北京 回到家 他想去北京找工作 他姐姐的同学住在北京 他姓张 在北京的一家大公司工作 他告诉小张 公司需要一个会说英语的人 因为小张的英语很好 所以他可以去那儿工作 一个星期后 小张买了一张非北京的机票 就这样 他开始了北京的生活 他在这儿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北京太大了 而且房租很贵 他住的离公司很远 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上下班 小张 小张正在和同事一起找房子 他们希望住的离公司近一些 这样每天早上可以多睡一个小时 他们的新房子不大 但是离公司很近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房间 每人每月付一半房租 现在他每天早上七点起床 下午六点回家 因为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 他可以看书 踢足球 做很多喜欢的事情 因为他每天都运动 所以他的身体更好了 在以前经历 会是最好的 这下午 laid Scandinavian生